难怪牛魔王暴跳如雷 你看孙悟空钻肚子之外 还和铁扇公主做了啥 孙悟空哪里想得到 自己被押五行山长达五百年之久 三界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孙悟空被如来降服之后 牛魔王趁机招兵买马 他迅速崛起 取代了孙悟空妖界一哥的位子 占据了火焰山 鸡雷山 翠云山和浩山 因此 尽管孙悟空爆出自己的名号 但铁扇公主哪里会任孙悟空做叔叔 况且取经队路路过好山的时候 孙悟空请来了观音菩萨 最终将铁扇公主的独子红孩儿 扭送到了南海 随着铁扇公主与孙悟空大打出手 牛魔王也加入到了战场之中 和铁扇公主不一样的是 牛魔王明显是和孙悟空以命相搏 原来火焰山的土地工层 苦口婆心地劝导牛魔王回头是岸 只因孙悟空的取经队伍无神不保 无天不佑 三界通知 十方拥护 然而牛魔王却怒道 我恨不得葫芦吞破 喉下肚 化作大便喂狗 一个吞下去化作大便喂狗 足以见牛魔王对孙悟空 已经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 看到这不禁想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曾经的两兄弟反目成仇 甚至到了水火不容 不死不休的地步 有的人认为 牛魔王之所以暴跳如雷 是因为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一阵倒腾 牛魔王乃何许人物 他可是妖界的大哥 而大哥的老婆 被一个取经和尚如此戏弄 牛魔王当然气不打一出来 其实若只看电视剧 不看原著的话 身为读者的我们 很难体会牛魔王的心情 原来孙悟空为了骗取芭蕉扇 不惜施展七十二遍 走进了铁扇公主的闺房 孙悟空哪里知道 牛魔王在积雷山河玉面湖里 打得火热 整整三年没有回家 如今自投罗网 铁扇公主岂能善罢甘休 于是铁扇公主摆下了九席 和牛魔王功仇交错 书中是这么写的 九至述寻 罗刹绝有半憨 色情微动 就和孙大圣挨挨擦擦 搭搭捏捏 携着手 翘雨温存 并着肩 低声辅救 你看铁扇公主 在酒精的作用下 已和孙悟空变成的牛魔王 搂搂抱抱 举止亲密 作为牛魔王的结拜兄弟 孙悟空理应当即终止计划 毕竟朋友期不可期 然而随着铁扇公主 越凑越近 孙悟空也情不自禁地入戏了 原文道 铁扇公主数次 每将衣袖斗 苏兄半路松筋扭 这几句话单看字面 意思就知道 孙悟空看了不该看的 做了不该做的 更让人可惜的是 孙悟空一向聪慧机敏 却偏偏逃不过智者千律 必有一师的魔咒 那时孙悟空变成的牛魔王 已将芭蕉扇骗到手 他理应拿着芭蕉扇流之大吉 这样铁扇公主 就会继续蒙在鼓里 可孙悟空却当着铁扇公主的面 现出了原形 还说嫂嫂好不害臊 随后铁扇公主哭哭啼啼的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诉给了牛魔王 牛魔王自然暴跳如雷 这才和孙悟空以命相搏 将取经队伍 堵在了火焰山的山脚下 年少初读西游记的时候 是不是认为 孙悟空击败牛魔王 借得芭蕉扇是天经地义 随着我们年纪渐长 当我们重拾西游记翻阅的时候 是不是又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的确 牛魔王是妖 孙悟空皈依了佛门 跟着唐僧取经 二人原本井水不犯河水 可红孩儿被孙悟空请来的观音 带到了南海 在三界芭蕉扇的时候 孙悟空不仅和铁扇公主哀哀擦擦 还打死了牛魔王的小妾 玉面狐狸 最后孙悟空联合天庭 灵山一并围剿牛魔王 牛魔王只能举起白旗投降 跟着拖塔里天王去了灵山 落得一个气离子散的可悲下场 对于孙悟空来说 他要带着唐僧躺过火焰山 十分简单 毕竟兜率公的太上老君 拥有无数法宝 照样可以灭了火焰山的山火 但孙悟空做事情太过于执着 有一干到底的冲动 最终害了牛魔王发配灵山 但孙悟空可能没想到 以如来带人接物的风格 加之西天灵山刚刚开启的佛教东径计划 即便牛魔王到了灵山 他也会受到如来的热情接待 进而成为灵山的一份子 届时孙悟空到了西天灵山 还不是要和牛魔王抬头不见低头见 通过孙悟空的这个故事 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冲突 这时我们应该学会宽容和包容 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 以免加剧矛盾 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正是做人留一线 旅后好相见